它实际上没有onDetroit表示它还在memory里面 所以我们如果再把它切回去 切回去大概有几个方法 比如说你按back 或者按home键长按 去切回去之后的话 那比如说我按back好了 那back之后的话呢 它又回来了 所以呢它会呼叫什么onRestart onStart 然后onResume OK这个是如果我今天呼叫拨号 有没有它会有这样的生命周期变化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开启另外一个tility 它会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切到下一个 切到下一个这个动作 我们我的程式里面写什么的 特别是这个地方我的写了一个就是 连结这个这个button事件 我就是呼叫另外一个 也就是一样 Intent 建一个Intent 那这个Intent里面有个方法叫setClass 那这个setClass呢 你呼叫自己本身 特别注意这个名称呢 因为我这边是叫activity1 那实际上 你们的应该是叫mainactivity 你不要照抄啦 照抄可能会发生错误 OK那 本身的话呢 就点Less 那切换到下一个就是second.class second.class 那 当然呢在还没compile之前 它是点Java 可是compile之后的话 它是点class 所以你不要点Java 点Java到时候它切不过去 它要跟你要的是一个class OK那再来的话就是start activity 直接把这影片传给它 那这个时候的话 它会发生什么作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 点击它 它会怎么样呢 切换到下一个activity 所以主控权 你会发现它unpose 之后的话呢 就uncreate了 所以它只有怎么样 触发一个unpose 其实它只有暂停而已 它没有unstop 这个时候的话呢 再去run 第二个 那当我把 第二个给关掉之后的话 它会变成unpose 2 对不对 然后un restart 1 un start 1 un rerun OK它就继续了 然后再什么 再来一次 你会发现喔 它有没有 出叫un destroy 有嘛 所以 如果你叫出来之后的话 虽然主控权在上面 但是我们finish之后的话 它会把 第2个activity 从 记忆体里面 清除掉 OK所以从这个地方的话 很明显的知道 它的运作流程 不过 等一下各位可以run一下喔 之前好像有同学 用的模拟器是 4.x的版本 好像 那个 出叫的方法 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 不是很确定 好像之前有同学 有提到 就是 它在处理memory的 这个动作不太一样 4.x的 好像会 无论你做什么动作 它好像最后 还是会把它destroy掉 为什么 因为它会希望 轻得干净 2.x的版本 它在 记忆体的管理上面 比较没那么好 所以 很容易把memory吃光光 主要原因是这样 那最后的话 结束 结束的话 会呼叫什么 un pause 1 然后un start 1 再un destroy OK 就停 停掉了 因为这个 这个是我另外 另外一个App 所以这个是 不相干 这是Intent 2 OK大概是这样子 请各位试试看 就是主要的重点 第一个 请各位 刚刚早上的部分 两个页面 加两个 Activity 然后呢 在这两个 Activity里面 加上 特别之后 你可以加在哪里呢 加在 就是每一个 un create的方法 里面的底下 底下的部分 加一行 像这个底下 un destroy 就是加在 比如加在super底下 其实加在super底下 跟加在super上面 其实都可以的 然后呢 可以toss出来 里面的话呢 就是 哪一个Activity 刮虎1 刮虎2 这样子 停留时间是 一秒钟 后面点show 把它show出来 去观察 把他的生命周期变化 另外特别注意 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说 注册的问题 因为我又生 新增了一个second 特别注意 最后你做完之后 务必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去 登记 就是有个小朋友出生的话 你要去护证 去登记一下 否则他会是幽灵人口 那登记的方法非常简单 Manifest 打开之后的话 各位请到下方 看到第二个页面 Application 他把Activity 当成一个Application OK 那往下 因为他这个 页面要往下